救過狗都比救她好 狗還知道知人圖報呢 像吃了屎一樣噁心 張英英開怕汪小費 救狗都比救她好 正攻Mandy回唱認證 直相當三 你說她的救命恩人還重要對你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救過狗都比救她好 真的 救兩回 真的是 說狗都有點難 張英英怎麼又爆氣了咧 讓區篇威威道來 張來20日 轉發個四期的影片 內容提到大S與汪小費 協議離婚內夢 進階人和汪小費前女友張盈盈 大S當時跟汪小費在離婚的時候 寫那個離婚協議書的時候 當時女孩子 大S已經附上照片了 律師已經拿照片出來了 這照片我也有 這照片誰給的 這照片是張盈盈給的 血都吃出了吧 張盈盈跟大S這邊是有聯繫的 我今天就告訴大家這個重要的重點 我忍得非常久 我非常會忍 有一天我把消息訊息抖出來之後 我是要你們兩個好看的時候 面對葛思奇奇張藍的指控 張盈盈立刻發文之後 三年了還惹我 便舉發張藍品牌的食然黑料 不過張盈盈還氣不過 連王沙菲一起罵 且一秒恩人 厚一秒被刺 嘴裡沒一句實話的老破狗 尹瑩她一直照顧我 我已經被刺激了 救了我兩命 尹瑩我真的是活不到今天那是 吃了一片安眠藥 奔著我的那個紅豆燒 我流了好多好多心 然後尹瑩呢就找到我了 然後就救了我一命 你是她的救命恩人還這樣對你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救個狗都比救她好 真的救兩回 真的是說狗都有點難 狗還知道知人圖報呢 小東西 像吃的屎一樣噁心 老大兒啊 保護老大兒 那我啥也不能說 那沒辦法 女人總有傻的時候 還有網友加入戰局 貼出過去網小費被外流的出軌照 支持照片中的女性 就是前任老婆Mandy Mandy也留言表示自己不是小三 用這些手段也掩蓋不了 一輩子之三當三的污點 愛奉張盈盈 張盈盈更是不甘示弱 發文回應 我以為對方女孩子是很聰明的 還是我高看了 說那句話 發鈴男人之語何地 美豪們的生活 整得很不易 多存點錢才是對的 不然以後我需要花很多錢 打官司而治病